如果觉得画面有卡顿的话,就下载一项APP 最后会有Q&A缓解回来大家的问题 接下来我会从几个方面来讲一下 阿尔伯塔大学关于2020年Fulton最新的授课方式 网络授课对于公签的影响 新生刚来到UA必须要做的几件事情 还有行钱攻略 那我们现在就开始了 那说到阿尔伯塔大学关于2020年Fulton的最新授课方式 其实改了好几版了 就是前两天刚发布了一个最新的信息是 2020年秋季会有300节课是线下面对面授课的 那其他的课会用线上的zoom来授课 那怎么查你的课是线上授课还是线下授课呢 那UA的同学都会有自己的一个学生账户叫做BearTrust 那可以从官网上 UA官网打开这个学生账户系统的 在这上面呢你可以查到你的学费课程学分以及成绩等主要信息啊 那BearTrust登录呢是需要你的CCID和密码的 那这个时候这个CCID和密码在你申请 啊学校的时候就已经发到你的邮箱里了 登录上去之后呢你就点击 Search for class选择 你要修的课 那在location这一栏的时候呢 你看到如果它是remote的 那就证明它是网络授课的 那网络授课就是啊 你zoom在国内也可以用zoom来上课 但只不过就是凌晨可能要起来上课 那如果这个课的location那一栏写着一串红字就是 This class offers in-person content 那就意味着你要来到加拿大进行线下授课 那有些同学可能问啊线下授课的话 如果我签证或者怎样我来不了怎么办呢 那你需要给你的这门课的老师发送email 然后去讨论一下你要怎么办 上这门课 有同学问凌晨上课要多久啊 那就选就是根据你选的课了 就是像我个人的话我个人可能会集中两天把所有的课上完 那这样的话就是我可能某一天的时间就 就是 上课时间时长就很长啊 你有可能就是一个就别人可能是 晚上睡觉你可能需要白天睡觉这样子 然后呢 如果你要跟你的学校老师 就是professor发送email的话 你所有的邮件发送都需要用你的阿尔伯塔的学生邮箱 不可以用你的qq或者是126等邮箱啊 你的ua学生邮箱就是你的ccid加上urabirda.ca 像我的话就是janice加上urabirda.ca 是这样子的 就是如果你不知道你要修什么课的话呢 你就是去大学官网查就可以了 然后就是搜你的专业你的专业都会有一些就是 啊 就是叫叫什么比如说我专业是economics 然后啊 然后你就搜economics tip sheet 然后对应的你就可以下载 他的那个就是你比如说你大一要上几门课大二要上几门课 要上什么样类型的课这样的话你就是更好的去plan一下你的课是这样子的 嗯 然后呢 就是说 嗯 如果就是说有些同学可能想说啊 那我我我是不是在国内就是说 这样上课很累啊或者怎么样的 其实我个人会建议啊大家来加拿大上课是最好的 为什么呢 因为其实在国内上课我朋友在国内上课的话觉得就是 国内上课 一是你学不下去 二是凌晨要爬起来考试或者是要 啊学习 三是 嗯就是他的考试的话就是说 啊 你的网络会涉及到不稳定的状况啊因为用zoom的话国内可能 不是那么 方便啊国内可能用其他的app来就是app来 就是上网课啊 所以说最好是来到加拿大修 就算即使是网课我也很建议大家来到加拿大 然后如果直播间的同学觉得有卡顿的话可以下载一项app 大家有问题的话我可以在最后 啊 然后 跟大家解答 那第二个topic就是网络售课对于工签的申请有什么影响 大家应该有所了解啊来到加拿大四年本科你可以在 最后申请三年的加拿大的毕业工签 那目前的政策呢是大四上完最后一门课在120天之内 你是需要申请这个 毕业工签的 工签的要求是你 四年内不包括毕业的最后一个学期 你必须是full term student 也就是你必须是全职学生 那什么是全职学生呢 也就是说你至少每个学期要上三门课到五门课不等 不可以少于三门课不然会 会影响你申请毕业工签的 然后因为有同学也在想说OK 那如果我在国内上网课那对于我 到时候申请毕业工签有什么影响吗 那其实加拿大政府最近表示呢说 如果你因为疫情在就是加拿大境外上网课的话 那你境外的学习时间也会被视作为有效的学习时间 而且今年就是入学已经提交了就是申请的同学 即使学签没有获批的情况下 你在境外学习的时间 就是也会被视为有效 时间就不会影响到你申请工签 然后如果大家有任何的疑问或者是顾虑的话 大家都可以到加拿大移民局 移民局的官网去查看 因为它都有一个非常详细的一些条款 是这样子的 那直播间的同学如果觉得有卡顿的话呢 就可以下载一项APP 然后呢 有任何问题的话呢 最后来问我就好了 工签是多长时间 工签的话 一般会有三年工签 对在加拿大一般是如果你是满足了他 就是所有条件的话 是三年工签的 对是三年工签 所以就是说其实 福利是很好的 因为其实一般人的话 你如果找一个全职的工作 你是可以在 一年半左右的时间 就可以拿到加拿大绿卡的 对所以说是非常好的一个条件了 然后 新生刚到UA呢要必须做的这么几件事情 跟大家讲一下 第一件事情呢就是要 办理你的one card 那什么是one card呢 one card就是你的学生证 那这里面呢是可以 里面是充值的 那就是可以往里边充钱 那个这个可以在哪里用呢 就是你可以在学校的用打印机 因为打印机需要收钱的嘛 学校用打印机 又需要洗衣房 或者有些地方呢 就是说吃饭的时候呢 也是 需要用你的one card的 然后同时与此同时的你的one card 上面会有个U-pass 那什么是U-pass呢 就是相当于我们的 公交车票 对 然后呢 就是它是可以乘坐 Admonton所有的 公共交通系统 就是你可以乘坐地铁和乘坐 就是公交车都是需要U-pass的 有同学问打印机还要收钱 打印机是需要收钱的 所以我们一般都会买自己的打印机 这样的话会比较便宜一点 但是就是对 学校什么地方都需要收钱 第二件事情呢 是需要办理 银行卡和电话卡 那 跟国内不一样的 是国内可能你就一张卡就可以了 但是这里的话一般会办理两种卡 第一种是credit card 信用卡 第二种卡是debit card 储蓄卡 那办理的时候呢 你需要带着你的护照 学签和住宿证明 住宿证明是 就是说 就是说就是你在你的公寓 要开一个证明 就证明你住在这里 是这样子的 对 然后呢 就是加拿大呢 就是说一般认证的话 就认证 这么几个 就是银行 大家能听到我说话吗 说话吗 我刚刚有点卡 大家可以听到我说话吗 好的 对 因为我刚刚卡了 然后加拿大认准这家银行啊 一般都是要 就是 加拿大有四大银行 CIBC RBC TD 和 BMO 这是在加拿大 经常用的银行 因为所有银行 就是 针对新生有不同的 福利 然后 福利是不一样的 像是有些银行呢 可能会就是说 开户啊 就是 送一些礼品 然后 像是 有些银行呢 可能会开户 反300刀的 福利啊 所以说大家来的时候 可以了解一下 不同银行的 福利 去选择一下 自己想要 债的银行 对 像我自己 就是其实在加拿大的话 大家都拥有 有好多个 银行卡 像我自己的话 就拥有 就是 两家银行的银行卡 RBC和CIBC 因为都非常好用啊 然后福利也不一样 其实你完全可以 想什么福利 如果你之后不用到 你的信用卡的话 你得把它取消掉就可以了 对 是非常方便的 那我们为什么 需要 credit card 信用卡呢 是因为信用卡 可以让你 获得信用记录 在加拿大 你的信用记录 是非常重要的 因为这个关乎到你之后 是否能从银行进行 就是贷到贷款 如果你要买车贷款 或者你要买房贷款的话 而且如果你需要 想拿加拿大身份的话 你也是需要 信用记录的 有同学问如果回国忘了 住箱怎么办 回国之前 一定要住箱 你的卡 因为 银行卡是这样子 如果你有 一年不用的话 然后你本来有钱的话 你这个 卡会被冻结 你的账户会被冻结掉 一旦它被冻结掉 需要你本人 到银行去开 把你这个账户激活 才能取 钱 那如果你本人短时间内回不来的话 你的账 你的账户的钱会一直留在你的账户里 对是这样子的 所以说 对就一年多就会冻结 你很长时间不用你就会冻结了 这个是根据每个银行不太一样的 所以说一定要 在走之前 你要不在这里了 你就把你的钱取走 把你的账户给关掉 就是这样子 对 然后呢 信用卡的话呢 你是可以用来比如说 还你的信用手机账单 无线 网账单 然后会有房租的 并且只有信用卡才能 支持网上购物啊 信用卡一般会分为两种啊 加拿大信用卡 第一种是积分制的 第二种是反限制的 那反限制就是说你每花多少 多少就是 多少一笔钱 然后你就是 可以拿到 多少钱的cashback 就是可以 往你账户里返多少钱 然后第2种呢 就是说你的积分 就是你每花多少笔钱 你又有积分 你可以去兑换 比如说机票啊 或者是一些 如果你出去要租房的话 也可以 也可以说是去兑换一些 就是积分 是这样子的 对 然后呢 第2种呢 就是说是借记卡 戴背卡的 我有同学说 我父母可能在国内 给我开了付卡 我为什么还要在加拿大 办一张借记卡 就是 因为借记卡的话 是你需要交 就是说你需要交 学费的 那 借记卡就是你父母可以打 打钱到你的借记卡上来的 那同时你可以用你的借记卡 去还你的信用卡 给其他人转账或者做理财 都需要你的借记卡 那这张卡是不能透支的卡 而且是你用来 从atm 就是atm机里面 取钱的卡 因为 就是说你用你父母的付卡 每次的汇率都不一样 所以就是说 每次都花你父母的 每次都花你父母卡的话 就是非常不划算啊 就是 花的钱会很多 有同学问啊 信用卡有手续费吗 那 对于学生来讲的话 信用卡是没有手续费的 因为学生都有学生账户 那你之后工作的话 是会收取你手续费的 还有同学问加拿大网上购物方面 加拿大网上购物没有那么方便 加拿大没有像国内有淘宝什么的 所以加拿大而且加拿大 就是你离邮局也蛮远的 如果你没有收到你的快递的话 你需要去邮局取可能还是很蛮不方便的 对 那 国内汇款到 对 借记卡就是国内汇款到加拿大的银行的银行卡 那借记卡可以 多办几张吗 借记卡你可以办不同银行的借记卡 这都是没有问题的 只要你就是 就是说不要 超额花 就可以了 对 因为超额花 会花费你手续费的 对 有些同学可能来的时候会办GIC 那GIC就是你一般的会 定期存 就是一万块钱 到加拿大的某个银行 那来的时候你要特别注意啊 你要去你这个 比如说你办了是 RBC的GIC 你来的时候你就要去 就是在爱德蒙顿随便找一家 RBC 然后你就跟他说 我说你说你要找一个说中文的 financial advisor 说中文的一定要说中文的 对 对